您的春节活动安排好了吗 接下来提供您几项建议作为参考 首先是故宫博物院明天起将推出 以希腊传说作为主题的 罗浮宫珍藏展 一件件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绘画跟雕塑 串联出西方神话的精彩故事 希腊神话中顽皮的爱神丘比特 手持弓箭以裸体现身 这一幅十七世纪的画作 胜利的爱神以逼真的手法 让神话中的人物更具真实感 背景中的王冠乐器散落一地 这样的呈现方式 其实有一层趣味的意涵 爱神是无所不在 而且统一了世界万物 即使你有艺术才华 即使你有权力 或者是武器 即使你有知识 其实都抵不过爱神 爱神丘比特的故事被划入油画中 而她和凡间美女赛基 又甜又苦的爱恋过程 也被织成大型的画毯 甚至塑成雕像 这一次罗浮宫珍藏展中 多元化的展品 呈现众神间的生活与情感 这些跨海来台的艺术品中 还有罕见的诗壁画 共有九幅谬斯的代表作品 都相当珍贵 一百组横跨十六到十九世纪的作品 透过绘画雕塑和陶艺 要让台湾民众能更深入了解 希腊神话和英雄史诗的西方文化 就在英雷奇台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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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